那么去蓝配斗篮下去 哎 果然戴上有波跟张伟泽做挡拆了 我的天呐 戴上我的天呐 今天是张伟泽 张伟泽 但是看着梁文队现在也开始 哇 这就跳鱼远头了 张伟泽 张伟泽 这是我们说的2000年出生的小将 对 前国清的主流后卫 我们刚才说的两个二将 现在全在场上 辽宁队那是一支进攻能力很突出的队 但是打来现在大家也看到 这个得分效率 确实有这么一种感觉 你必须要前面赚够了足够的资本 对 要领先的足够多 否则心里没底 没错 又是一三分出手 哎呦 真有错 这是江伟泽的助攻 还是 信任这名小将 是 哇 四季 这一个球 其实还压哨 江伟泽 对 2000年出生的2000后啊 嗯 王涵指导新任这名小将 一般这种所说给卖元就出力 对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小将不如使命啊 不如使命啊 这个就是积极出战斗力 积极出运行 一个远的空中不来 吉林这是挡不住 嗯 王涵指导马上一看你 我虽然是说 顶不住你 我换更年轻的 换人 我比 我换人也能跑的 啊 或者这个成功率开始下降了啊 而且一旦打不进 两人队现在起诉了 考验外线投篮 啊 这是放归了吗 放归了三分的放归 哇 要滑球三次 这又是小将江伟泽 哎 这出生牛都不怕虎 为过的情话家 居然是这个小将啊 站出来去解决问题 嗯 啊 这是一个空位 对 倒出来一个空位 但是现在命中率下降了 哇 就积极性 积极性 这是年轻 对 有点像年轻的怪伦啊 对 对这江伟泽啊 还是不错 对 你看 这小伙子争不错 又是一个飘移 哇 就上场那个飘移三分啊 可以啊 对 一来会差四分 嗯 这就是关键球 江伟泽投三分 顶上投 哇 像这个小将啊 哇 这小将 我们一直在踏这个小将 确实是啊 江伟泽 蓝佩 蓝佩有三分 好球 哇 蓝佩 嗯 带怀博 好球 哇 又是三分 命中 带怀博 是啊 再次占平 基林队今天打的真的是够顽强啊 是 下车赛进了俩三分了 是 哎 抢断 这个是 漂亮又是江伟泽 再次占平 又是江伟泽 是 你看每天没当到这个最关键的时候 这花两次没关系 对 不给你出手三分的机会 对 江伟泽 是不是 看看他能不能来强投一个 是 就赶紧出手啊 顶着来 头 哇 哇 我的天哪 这 全部废了 镜头再度给到了这个2000年 5月份出生的小伙子江伟泽 真的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这场比赛真是一鸣惊人 再看一下刚才的慢性 这个变相把李小旭和忠诚两个人晃在一起 而且你看啊 他的特点 他的身体平衡能力 特别突出 对 变相之后啊 他有一个空中的小转体 对 又是一个漂移 又是漂移 非常好的核心力量 是 对 这真是戏剧性 哎呦 真的是 戏剧性 这个 这场比赛 我觉得最像乔丹的人 就是 就是这个小将 这场比赛 在辽宁队主要是七人轮转 但是呢 忠诚偶尔上来一下 然后杨明 这回短了 我看还是江伟泽 他是知道加斯赛 守谁最热 通进去 给到戴贺博 戴贺博没有投进 又拿到参场篮板 又是个二加一 那么去 篮配到篮下去 哎 我让戴贺博跟江伟泽 都挡拆了 我的天哪 戴贺博 我的天哪 今天是 川伟泽 琼斯已经受不了了 琼斯也觉得 感觉受 真受不了了 我们知道再怎么 怎么表扬你 没错 我 我 我回美国了 琼斯的意思就是 你比我厉害 你是那个人 你比我厉害 对 我服你了 琼斯的意思就是 我真服你了 对 这真服了 这是乔丹副体般的拔柜 对 这绝对是有如神柱 是 看一下 稳稳的三分命中 对 现在辽阳队 其他人和我体积都很 下降的很厉害 现在进攻就交给拔司去干 这算是 降折速度很快 郑伟泽在两个人当中 你看 年轻 对 高时间和郭爱伦 我在两个人的夹缝当中 我要冲 两个中一